拿去看看 我就相信你 勇敢 秀才表白了没秀才 what 表白谁啊 表白那个你 那天你为什么会突然给我发那个 呃叫什么 微信聊天 是这样的 那天包包一来 他就说要给我说一个大八卦 然后他就说我们 跟我们两个主播谈恋爱了 我说这叫什么八卦 人家都官宣了 这也叫八卦吗 能不能说点咱们不知道的 然后弹幕就说秀才也谈恋爱了 我说啊 然后我就想起你前两天跟我说的那一段话 然后我就 我就想 难道是 然后你知道吧 我就很猜测 然后我就打个电话给你 我就忍不了了 我就要问你知道吧 哦 懂了懂了吧 对 哎呀 我跟你说 你你先说 你让我们俩好好问一问 就是 你想知道的是正的那个 cp 还是商业cp 我跟你说 那肯定真的呀 谁要商业cp啊 没意思 哦 我跟你说 真的到时候我跟你说 到时候我都想好了 到时候就那个姿哥 还有那个富王哥 还有三三 一起出来吃个饭 知道吗 就就说三三还没见过 三三还没见过 不是 那你不是说你们俩没谈恋爱吗 那你怎么还能把人耗出来 就是见一下呢 哎 就因为我之前问过他 我说那个一起带你认识认识 我身边的朋友 他说那个我身边的朋友圈啊 还见带你见过一起吃过饭 知道吗 我还跟那个吃过饭 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 那你 那他知道你是主播吗 知道啊 我跟你说啊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骂的不懂 你知道吗 然后现在都学坏了 有的时候他给我那个发微信 他说那个 我知道你急 但是你想别急 那么跟我搞这个 那你 以前那个不会有 那你是跟他怎么认识的呢 呃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首先呀 然后那个 呃 还是有一点小小的致命度 你知道吧 然后呢 呃 我当时看 哇 这小姐长得真好看 我就回复了个真好看 然后他说 呦 这不是秀才干嘛 我说呦 你还知道我吗 他说 哎 屌东西 恶心死你了 我有的时候还能耍到你呢 我说哎呀 我说 然后我们俩就没事的时候就聊聊天 你知道吗 你是在哪里就是跟他评论的呀 某一啊 哦 某一 你想找那个评论是不可能有了 因为我已经删掉了 哈哈哈哈 哦 不可能给你任何机会 然后就是说 等于说是你可能 我抖音给你推了一个美女 然后你觉得这姑娘长得真好看 然后你就跟他评论 他说呦 这不是秀才干嘛 是吗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俩就聊天 然后正常的话 就是我当时 我说你是干嘛的 我说你那个法真好看 我说你是学那个走摩托步了呗 我说教教我呗 那么他说那个 我说我想提升一下我自己 他说他说我只叫小孩 那么啊 你能不能把他能不能把那个 你评论的那个视频源视频 分享给我 大可不必 为什么 因为我是带有批判性的去审核 他们的视频 那么 哦 为啥呢 你懂吗 能不能让我就是去看看他 其他的视频呢 就是 偷偷的发给你可以 那么 就是我们不给别人看 你偷偷发给我就行了 你不能给别人看的 你懂吗 那可以啊 对对对 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就是更奇怪的嘴脸 你懂吗 我懂了 那你快给我看看 我不给他们看 我能相信你吗 别人咱可团 我真的 我是很注重隐私的 你相信我小姐姐的隐私 我绝对不会乱搞的 我连我那个管住的那个人 我都评逼轮道 为什么 因为我要保护赢家 是不是 因为毕竟赢家不是做主播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 对 是的 我懂的 我懂的 行 你信我 你给我推荐一下 我就是了解一下就行了 对对对 好 好好好 到时候下不发给你啊 现在 不行 我跟你说 你再搞这个东西 我要处大问题 我现在看 我现在看 我又不跟他们分享 我怎么 怎么可能会处大问题吗 我这样 我给你发照片 怎么样 好 照片也可以 照片也可以 对对对对 嗯 给我也看看呗 哈哈哈哈 不是咱们都一起了吗 给我也看看呗 呃 我找 这玩意儿你看吧 到时候反正一会儿你得 我还得保护你 哎呀 主要是 嗯 咋了吗 就看一下 我不发面子了 喂 啊 睡了吗 可以给我画一张 你上次那个照片吗 我怎么发现 你把我的朋友圈 给屏蔽了呀 哈哈 为什么说话这么假呀 哈哈哈哈 这服了 你所以说你还没追到人家 不是不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已经 你想 前天我还跟人一起出去吃饭 你知道吗 因为我刚从那个云南回来 然后牵手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但是我觉得 亲嘴了没有 差一点就差 就差 那倒没有 牵手都没钱能亲上的 哎呀 好想亲孩都不亲 自己也上嘴子吧 我以为你是那种跳板 知道吧 跳跳板的 哦 其实我也很急 你知道吧 我也很急的 但是 我跟他说 我说那个我们这进展有点慢了 他说那个 谁说的进展有点慢 我说不是 我说我感觉进展有点慢了 他说 但是我们还不太熟啊 我说但是我们已经吃过两次饭 他说吃两次饭就要干点什么吗 我说 哦 你说的没错啊 就是啊 哈哈哈哈 就是也有点道理哦 确实 那你觉得他对你有好感不哩 这个我觉得我直播间里的兄弟们是最有话语权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当时啊 我当时去那个 呃 去那个云南啊 做那个户外的时候 你知道吗 嗯 哎呀 我跟那个好妹妹来个嗓音CP 你知道吗 不行了 你知道吗 肢脚扎骨 肢脚扎骨 然后就说什么 呃 呃 那个好好家伙 想不到您是这种人 我说怎么了 他说您竟然跟其他女孩子 竟然构建大背 我说跟谁构建大背了 然后呃 他就跟我就发个我字幕简截图 然后就是我跟那个女孩站得有点近了 你知道吗 他就说那个我们差不多到这结束吧 哎呀 我连火带骗 然后才把他哄好的 你知道吗 哦 啊 然后他说呃 你准备怎么补偿我 你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所接个东西的话 是不是就代表很有意义了 然后我说 呃那个 我说回去你想怎么事 我说咱们就怎么事 你知道吗 他说我也不贪图你什么东西 我说你回来之后请我吃个饭就行 我说行 那么 然后那天我特意跳了个11点 然后我说哎呀我可能下部有点晚 我说那个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做拜托吃个饭 那么 留了点小心机 哈哈哈 然后呢 到了11点之后 然后我下部 我连滚带爬 我到了五亿广场 到了五亿广场 我说你想吃点吗 你知道吗 然后他说吃点便宜的得了 然后我说吃点便宜的吃什么 他说吃点烧烤吧 然后我说别 我说走 北二楼 你知道吗 这也有带着去北二楼 把上次你请我吃的那个东西 我全都点了 点完了之后 呃 他就一段说 他说我们俩吃不了 要不然打包吧 你打包回去吃点 我说别了 我说我自己拿不了 你知道吗 我是身体不太好 谢谢你 然后 呃 我说我先送你回去吧 这什么鬼啊 呃 你要手难得 我说哎 行 然后那个 呃 我就回来了 哦 这样的吗 哎 是的 嗯 大概懂了 照片什么时候发 呃 好 我让他给我发 好 快快快快 想看看 想看看 喂 我是不是给你消脸态度了 赶紧现在把照片发过来 谢谢 你真的发了这种谜吗 我怎么不信 我骗你 我怎么不信呢 哎呀就是那个照片 就是就我 把我迷的生魂颠倒那照片 什么什么照片 还能有骂照片 哦 对对对 给你发视频 来来来 好好好 同梦大姐 你不能骗我啊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你自己看就行了 哎 我不会发出去的 我 你 你明白我 我肯定会注重女孩子的影视的呀 来 清语 好兄弟 不卡都市啊 我也 我也能看啊 能看 哎呀 好兄弟 一辈子 不方便就不看了 没事 以后还得 那个 一起出来吃饭呢 行 那看一下 那看一下 是的 我肯定不给别人看 你放心 你肯定不给别人看是吧 我 你放心 嗯 不可 我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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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你高吧 他1米72 那不得比你高啊 你这说什么 我1米84啊 那女孩子穿个高跟 那不得比你还高啊 没有 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穿的就是高跟鞋 啊 我去 这个确实可以啊 这个 啊 真 真挺高 这个是他最近 那个 是借的那个商务去帮人家 拍一个咖啡店 然后他给我 这个发给我的 知道吗 啊 可以 果然 果然是 吃过两次饭 果然是你能看上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风格就正好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 对 那么 我就是 谢谢你 哎呀我跟你说 但是他真人长得你知道像谁吗 像那个狂标林那个大嫂啊 你知道吗 哈哈 那 那你就更喜欢了呀 我感觉你就非常喜欢这种 我就是喜欢这种就是郁郁的感觉 谢谢跟着马宝奶团念的 两个飞机 谢谢 我说睡了吗 啊 他说滚 我说哎好嘞 所以你就很喜欢这种不被待见的感觉 你知道吧 对 就是这种就是 呃 因为爱却得不到 那么 是的 就属于 就是 秀才还是喜欢那种 预解风 这个女孩就是属于那种预解风 然后看着就很高 那个腿感觉都有 我头高了都 哈哈哈 我跟你说 他那个腿比我命都长 你知道吗 哈哈哈 行 哈哈哈 那多好啊 不是 谢谢 哪团 哪团念ID的两个飞机 我跟你说 现实跟游戏真的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还特意去找了点拱略 我没事的时候 我还百度一下 就比如说怎么去跟女孩子 就是这个开头语 你知道吧 嗯 然后怎么去跟他们聊天 但是我发现一点用都没有 我跟你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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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你 如果说你真的现在还没有追上他 我给你点几首 我恋爱高手 我跟你说 这 这女孩子我跟你说 吃饭 你快教我点 噓 不要打断老师说话 像这种类型的女孩子 她我跟你说 她是属于那种高冷饭的 对不对 她是不是属于那种 就是那种 呃 就是可能阅历 这种人生的阅历 见过人很多 对不对 她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业 对吧 也有自己的工作 对吧 那就证明什么 证明她身边会有各种各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所以你不要在她身上玩套路 知道吧 你不要跟她来更多套路 你主打一个真诚 嗯 懂吗 就你 你就老实 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你就直接说 说出来 你知道吗 你懂吗 OK 然后就真诚一点 啊 跟你说 真诚就很打动 你知道吧 很打动他们一些女孩 你知道吧 哦 知道吧 就你不要跟她搞话 你知道 她又不是那种 她又不是那种年轻的妹妹 又不是那种 哎呀 哎呀 就是那种 呃 很 很天真 很浪漫的那种妹妹 她就是 她不需要那种花言巧语 你知道吗 特别是我跟你说 主打一首细心 你懂什么叫细心和细节吗 但凡我跟你说 你把那个 ZSGO里面的那个 学的那个投资物的细节 你用到她身上 你知道吧 女孩子最无法驾驭的两点 一个真诚 二个细心 很细心 你懂吗 真诚 就比如说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如果你们两个一起逛街的时候 比如说天气微凉 这个时候记得给她披上衣服 对吧 两个人一起肩并肩走路 记得尾 你要把她捂在道路安全的里边 知道吗 旁边有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男孩子你可以把她往你身上搂一搂 这样你是在保护她的情况 不想让男孩子贴她太近 又表现出了你对她的战友 又表现出了你对她的安全感 她还会有一种安全感 然后你还可以顺其卡油 你懂了吧 所以很多细节我只能点到这里 其他的需要你自己慢慢的悟 如果 我说的是如果啊 如果有个男孩子这么对你的话 你会怎么办 如果我对她很喜欢的话 我会觉得很心动 但是如果我对她不喜欢 我就会直接就打她 所以你也可以测试她的一个状态 如果她的状态是那种啊 焦羞不说话啊 然后有点点害羞啊 这种就啊 拿下 拿下 直接拿下是吧 对没错 饭都省了 是的 嗯 我懂了我懂了 我我我看我这两天我跳一点 我试试 这个我就带我上马路上去 然后我在我在里面 我在外头 那么嗯 谢谢你 而且这两天经常下雨 我再带个伞 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就能站在一起了 对不对 我跟你说很下雨 像她这种穿着的话 她是不是经常会穿高跟 对不对 是不是啊 谢谢你 三次穿一次 因为我跟她说 我说那个太高了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啊 她就说那行 那往下会穿个运动鞋 但是她穿的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 就她不会露腿 你知道吗 你别看她派的这个露腿 但他们永远都会穿一个长长裙 然后都妥地的那种 你知道吗 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最近又在下雨的时间 最近又在下雨 你知道吧 你可以戴个毛巾 如果她那个裙子不小心吐到水了 你给她擦一擦 我跟你说她会很心动 很加分 你懂吧 下雨 很多各式各样见到的人 那么不要玩套路 要主打争吵 有有骂所骂 然后呢 对女孩子要细节正成 然后呢 在马路上 如果她冷了的话 我要给她披衣服 在马路上 如果我们两个站在一起的话 我要站在外面 她站在里面 保护她 要让她有一种战有欲 顺其卡点油 那么 然后下雨的时候 然后我再给她戴个毛巾 谢谢 但是现在这么一面 但是现在这么一面 感觉是不是下雨的时候 在毛巾 很奇怪 那四个黄金海滩 你没有 没关系嘛 你男孩子肯定没有那么细心 你要学习啊 对不对 你愿意为了她去学习 这也是一个很让人打动的点 你懂吗 然后如果你们两个出去约会 或者怎么样的话 如果说你觉得 最近好久 就是很想她 或者怎么样 你知道吧 就给她买花 你懂吗 我跟你说 前两天 我跟你说 那兴奋的我都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是啊 那你出门 你就可以买一朵花 你知道吧 然后你可以买花的时候 你去见她的时候 留一个小心机 如果当天正好下了灰蒙蒙的小雨 你把你的外套脱下来 盖在那个花上面 然后在 在她面前 就是把这个外套给她拿下来 就表示什么 这个花 送给你的花 但是在我心中 比我自己要重要的很多 你懂吗 接下来 你懂吗 送给她的礼物 比自己更重要 对 没错 吸不吸 吸不吸 我都已经被感动了 是吧 吸 但是 还有一点 就是 比如说在晚上聊天的时候 怎么才能就是体现出 我并没有那么甜 但是又觉得我很关心她 这个很难 因为你踩到了雷区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 晚上聊天 你首先你要让她知道 你晚上聊天 不是因为晚上想跟她聊天 而是因为你的工作 已经到了晚上 才有空 去跟她聊天 首先你要让她明白这一点 不然她会觉得你是一个什么 渣男 拿个机 白天不跟老娘聊天 一到晚上就跟老娘聊天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不是 她会有这种误区 你懂吗 所以你要让她知道 只有在晚上的时候 你就比如说 好不容易 你就接话 你不要直接说什么 我说终于下班了 终于下班了 你在干嘛呢 对吧 就会给人一种感觉 就说我终于下班了 我已经等很久了 我好想跟你聊天 我终于等到这一刻 我才能跟你聊天 你就说 哇我终于下班了 你在干啥呀 啊 你又没有吃饭呢 就把今天白天错过的那种细节 全问一遍 我跟你说 她就会觉得你全天24个小时 都在想你 表现自己全天 24小时 都 6小时 都在想她 对 学会了吧 那牵手的话 要不要直接上去人前 就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牵手 一定不要 不要不要就是那样 你知道吗 你不一定要跟她牵手 其实真正 如果你们两个把手牵上的那一刻 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心动 有可能只会停留在第一次牵手 第二次牵手 你越牵越乏味 我跟你说 干脆不要攻略这一块了 你就你们两个人走路的时候 不牵手 对不牵手 记住 但是 你们两个人的肢体 要不停的在靠近 知道吧 就比如说在路中间的时候 比如说在逛街 你们两个在逛街的时候 对吧 旁边人一多 对吧 你就稍微贴紧她一点 对吧 手不用碰着她 但是可以 护着她 你懂吗 然后如果两个人的手 就是垂直落下的话 你可以就是 两个人 你可以故意拿你的手背 去贴她两下 你知道吧 他如果不躲就证明 拿下 碰着她 要来回 我没记住 我没记全 就是手不要碰到她 然后呢 要一点一点的 手不要牵她 就是手就是肢体 就是偶尔去触碰 你知道吧 就会有那种臭电的感觉 你懂吧 要 要偶尔 偶尔的来回碰撞 碰撞 不是 你得要把她撞飞了 怎么办 你要把她撞飞了 怎么办 来回摩擦吗 摩擦 就是你们两个的手 你们两个并排站的时候 对不对 你们手垂直下去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手背 是对着手背的 对不对 对啊 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走位 就是时不时的用这个手背 去贴她一下 她的手 你知道吧 然后马上冬天了 又有那个电流 你知道吧 说不定她就会有出电的那种感觉 你慢慢出现 懂了 那就代表那个衣服挺便宜的吧 我记得好像听别人说 你知道吧 嗯 那倒也是 好像是羊毛色 还是什么尼伦的 好像就就就起电 你知道吗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还行 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你一定要见她的时候 一定要是精心的打扮一下 知道吗 但是 但是我跟你说 建议你不要去喷香水 我从来不喷香水的 就你喷香水 你很容易不好一不小心就踩雷了 你知道吧 所以干脆别喷 就出门的时候洗个澡 洗干净一点 你知道吧 身上自带那种沐浴露的香味就OK了 男孩子 知道吧 喷香水别人会觉得你很油腻 或者一个香水 要是这个味道不对的话 我跟你说 很容易让人觉得你这个人是 就是可能很烧 你知道吧 男孩子一旦女孩子觉得他烧 那就不行了 你懂了 就觉得你肯定很浪 哎呀 你肯定私底下疯狂 跟这个女孩子聊 那个熊孩子聊 你懂吗 OK 嗯 OK OK 那也就是说 师傅 等下回如果 你可以不刮眉毛 还是你要刮鼻毛 你的鼻子里不能有小零食 就是女生一仰头看见你 本来挺浪漫的 而鼻子里尝了小零食 这种小细节一定要拿捏 这种 不是 苹果胃 那个女孩子很高的 跟她估计平坚了 不会看到小零食的 对啊 可是她有的时候 不是 她会穿平底线吗 不是还是稍微高一点吗 还有我跟你说秀才 秀才你一定要知道 口臭这个东西是非常下头的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在网上买口喷 因为你的口臭你是闻不到的 她可以闻到 而且她正好又跟你身高差不多 到时候你说话就正好就是嘴对嘴 那个呼气 你知道吗 非常的非常的下头 你一定要去买一个好的口喷 懂了吗 口喷 我家里有一个 叫什么 Bad Boy 你知道吗 可以 Bad Boy 可以 OK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 你知道吗 当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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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把这个味道的 你知道吗 什么香草味 炒米味啊 还有一个苹果味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我建议你把你那个Bad Boy 给他丢了 你知道为什么吧 首先你这个Bad Boy 你这个名字 就很证明你这个企业 绝对是一个男孩子创的 你知道吧 你一定要去买那种 网上那种美妆博主 或者那种 女孩子的博主 去推荐的那种漱口水 因为那种口味 女孩子可能会比较喜欢 你这个Bad Boy 很有可能就很烧 就是那种很烧的味道 你知道吧 他们说名字不是很吉利啊 对 没错 师傅我送你一瓶吧 你把那Bad Boy 给你了 哈哈哈哈 那不可能 我那花一百多买了呢 我跟你说 还有五瓶没有完 你知道吗 说换就换了 等到时候那个 哎下午下午 我们再处理的时候 我捧我那Bad Boy 你倒 你保闻 你知道吗 我去你的 万一还还还还 还可以呢 对不对 你就你就这点你都舍不得 啊 你就这点你都舍不得 你让苹果卫给你推荐一个 你都都比那个好 指定比那个好 那个名字就已经败了 你懂吗 也确实哦 就是我觉得 还是需要就是 呃 搞一点就是真正的 就高档 然后还有就是 让人家女孩子一句 哇 我好想要听她说话 是不是就这种感觉 谢谢你 主要是看你要走什么人设 你如果要走那种 精致成熟男性 谢谢 谢谢边上飞黄的三个飞机 谢谢 但是如果你想走 啊 随性撒脱大叔 是吧 那你就 你就不要选那种太刻意的 就普通的像 就是牙刷的那种破荷香 清淡一点 谢谢飞黄 哦 然后千万不要喷太多 你知道吧 你喷太多 别人就会闻到这个味道 他又不会觉得这是个香水味 他就会觉得你肯定是口臭 你口喷了口喷 所以你就小喷一点就可以了 知道吧 别到时候整个香臭香臭的 那就更下头了 懂了吧 确实确实确实 那这个的弄一弄啊 嗯 哎呦 那这个口鼻 眉毛不用挂 头发到时候洗个澡 然后再好好进行打扮一下 哦 的开 等一下 我有个外卖到 我拿外卖 好 嗯 嗯 让我想一下 还有什么别的没有 基本没有了 这已经拿下了90%了 我能够把他这套完美的话 真的 还有一个小点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团 这个外卖 你觉得 不是我订的 那么 是那个女孩的订的 他跟他说我有没有吃饭 我说我没有吃饭 然后他说 哎呀 那点注意 这个呃 这个就在饮食方面 啊 把你的地址给我 然后我给你订外卖 然后他给我订了个外卖 哦 那他很好啊 那他是不是已经拿下了呀 呃 呦 好 恶恶属 要给我包销 哎呦 感谢金谎言的 两家大伙 哎呦 王毕卖了 哎 谢谢金谎言 他要给我 报销 那个口喷 还有骂东西 快快 再给我 报销点 不 再给我提一点意见 刚刚苹果 我也又想到了一点 嗯 师傅 你知道 团子刚才说了一个真诚 对不对 其实女孩子 还有一个 跟他很像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 真诚的下一个进阶课程 小细节 就是真诚的小细节 就不是说那种很刻意的 什么故意给他送花 而是在不经意间我想到了你 你在我的生活中 让我已经是不经意间就会想到的存在 就是我经历的任何事情 我都会不自觉的联想到你的这种自然而然的小细节 是非常托女生的心的 就比如说你买一个花之后 你送他的时候 你说我刚刚走过路边看到这束花 然后呢 我就突然想起了你 我就想到你会不会喜欢花 然后我就买给你了 你知道吧 你要说的就是很不经意的那种感觉 对 就不能很刻意 就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跟他分享聊天的时候嘛 就是你 你比如说你跟他说什么什么 你不要直接说啊 我今天干了什么 我好累 然后是你直接说 我我今天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 比如啊 这个句式是 比如说我跟他说 我说团儿 今天我看到路边有个东西 我突然就想到上次 我们俩出去玩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 谢谢三知有灵的赚粉 这样就可以讲开话题 讲开话题的同时 你可以试探一下 可进可退 你知道吧 他如果说不喜欢这个东西 那你就也了解到他的喜好了 同时你还会让他觉得你把你们平时的东西都放在了心里 这样的聊天展开就非常的自然而舒服 但是他又能觉得你时刻才关心着他 并且把你们聊到的东西默默记起来 什么东西最戳 所以他跟你讲一个小细节的时候 你突然有一天很自然的 比如说点菜的时候 他不吃葱 你突然一下就跟服务员 就点完这个菜 突然说哦对了 这个菜不要葱啊 我女朋友不吃葱 他不是你女朋友 但是你说 我女朋友不吃葱 一瞬间那个女孩就 你懂了吗师父 懂了 我感觉好像有点误导了 还有秀才 我还要跟你说一个点 就是这个点 你绝对没有在网上任何攻略跟你说过 在没有拿下一个女孩子之前 一定不要让他觉得你这个男人非常的虚 知道吗 哪怕你凌晨三点钟跟他聊天 你都要让他觉得你精气神饱满 你一定不能给他下任何的暗示 一旦下了 他就会觉得你这是在暗示他 知道吗 你懂了吗 这个点特别的关键 我只能点到这里 没有暗示 就是比如说就是 比如说就是到了晚上 我累了 就是不要搞 不能说这种累了的话 不能说 你说你困了吗 我一点也不困 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天精神都可好了 我熬到凌晨几点 我一点也不困 你要这样说 你懂吗 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小到大 我就是精气神好 你要这样说 你懂吗 男人 男人 我只能点到这里 秀才 你自己好好捂 我一直都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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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的手掐的青紫 掐的紫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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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應該是那種 就是沒事的時候就是給我體現一下自己 就比如說給打電話說喂 下播你在幹嘛 我說我在做不是個服務 我做完了之後才能學習的播 我在一邊說 一邊給你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舉一反餐是這樣用的是吧 哈哈哈哈 我懂了 我覺得我終於 你誤了是嗎 謝謝你 謝謝開心下屬 謝謝傻眠眠 謝謝有禮貌的小孩 謝謝團團是大傻的 謝謝野員向日葵的賺粉 學會了吧誤了吧 謝謝你 我誤了我誤了 但是我覺得主要是 8點 關於1點 就是真誠才是真正的必殺 謝謝你 對沒錯 沒錯 然後呢 男孩子還有一個 謝謝你 對對對 可不可以偶爾的說 加一點偶爾的善意的謊言 就是 你可以 我跟你說 善意的謊言不要有 但是呢 你可以使用你真誠的套路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說實話 男孩子如果說 他真的就是 他有一點自己的小心心 或者小心是什麼的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畢竟你喜歡我 對不對 那你想 就是比如說 對吧 我覺得這個很能理解 但是呢 主打真誠 要有責任心 知道吧 責任心 然後真誠 責任心 對 他不讓我負責 我上哪這責任心去 他不讓你負責 你都沒幹什麼 他怎麼讓你負責 你好像說的你自己好像 你連手都沒摸 他肯定不要你負責了 哦 對吧 哎呀怎麼快一點 把這個東西進 進展的快一點 嗯 嗯 這個東西快不了 說實話 可能你魅力也就 就到那了 你知道吧 對 哦 對 那倒也不是 我覺得在於這種就是 魅力之前我覺得還是有 為什麼呢 因為每次就是 我快下播了的時候 他都會主動的跟我說說 下班了嗎 我說還沒 馬上了 切切一條會翻身的酸菜魚 切這頭臭豬 那你是不是已經把它拿下了呀 切進去 哎呀 但是有哪個點 我不知道怎麼切進去哦 切不進去 啊 我不會切 謝謝你 不會切 嗯 嗯 少了表白 其實我覺得你們 你們之間就是 其實已經是屬於那種曖昧期了 你知道吧 我如果說 我覺得你們已經屬於曖昧期 就雙方明顯不討厭彼此 也不遭那個急 你知道吧 因為談戀愛其實最甜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時候 有時候可能 你知道吧 你可能你們真談戀愛了 可能慢慢的就索然無味了 所以說你就享受就好 你知道吧 享受這個過程就好 懂吧 哦 對 消費了吧 嗯 我知道了 就是我把你索都記下來了 知道嗎 嗯 然後到時候我會把這個東西運用在身上 嗯 如果要是分手了的話 有那個 精神損失費嗎 啊 這跟我有啥關係啊 他分手 他怎麼說 就是師父 可能每個女孩不一樣吧 我覺得 可能就是你運用的不對 你知道吧 嗯 有可能 就是可能太急了 對 還是要慢慢來 一點一點滲透給他 是吧 OK OK 行 我想試試 我們打遊戲唄 不了解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你教的10點裡頭 有一點我覺得非常之對 就是細心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有信心 你相信我 到時候拿下了之後 那個 有機會讓他請你吃吧 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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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人沒來 誰 橙子 我根本又是他沒來啊 對啊 我給他打電話 我給他打電話 他今天叫我了 然後 他叫我 然後我才叫他的 蘋果 他只是想過來嗶嗶兩句 他嗶嗶玩直接跑了 一說玩遊戲他直接跑了 他不玩這遊戲嗎 他不想玩恐怖遊戲 對 他不敢玩 嗯 哎呀 蘋果也是被我吵碎的心 你知道嗎 剛才你說髮造片的時候 他把我微信都炸了 謝謝養豬的仙女的鑽粉 他把我微信都炸了 你看像這種話題的時候 清宇就一句話都說不了 他都說不出來 為什麼 清宇是不是結婚了 清宇他都沒有談過戀愛的 What 不會吧 沒談過 他在學校裡談過 就是那種給人買了個早餐 他就管這叫談戀愛 好離譜 真的假的 先問就是也一起上個學好吧 就一起上個學 上學時期談的戀愛 那女孩都挺漂亮的 哦 我可以問一下清宇這個 你實力 謝謝你 女孩的類型是怎麼樣的嗎 我喜歡女孩的類型 啊 謝謝想蓋中 蓋奶中的飛機 謝謝養豬的仙女 她可能連自己喜歡的類型都不知道 你為難她 有沒有可能是一種可愛風 就是說話很可愛 但是偏欲一點 你喜歡這種 呃 秀才你什麼意思 真 我就問問 我就問問吧 我就 我就 你什麼意思 哈哈哈 哎 你怎麼你慌什麼 你慌什麼 我就是問問而已呀 我就問問嘛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可以 清宇已經不說話了 清宇現在只能用微笑來掩飾自己 我懂了 不能让他这个话题继续 继续下去就会很拉广 必须要给他直接截断 好家伙 自爆了说这兄弟们 我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了 人家罚唱首歌 天天知道 罚他唱歌那不是罚我们吗 为什么 唱歌太好听了 我老爷是 为什么要奖励他 是的 他每次巴不得唱歌呢 玩家最大 哎 他还是只有两个 嗯 我说你也该找对象了 比我还大呢 92年的 是吗 就是我觉得 这个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缘分 就是你你如果要是喜欢的话 那你就找 那如果要说 不能因为就是自己的年纪啊 还有一些就是东西 然后强行去找对象 勉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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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首先你要找这女孩子 你一定喜欢 对不对 你是你是想找一个 嗯 你喜欢的 还是喜欢你的 团儿你觉得应该找一个就是 我怎样问过这个问题 男生 那肯定要双方都喜欢呀 那你这个 那不能带有一点勉强啊 但是很少啊团儿 为什么呢 很少的 怎么会呢 很少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并不是从外表 我觉得喜欢他要是喜欢他的特质 喜欢他的这个人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一直喜欢 你不能说 你就喜欢他的外观 那样是不会长久的 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你们两个就会变得很邋遢的 但是第一 第一吸引我的一定是外观啊 那倒也是 就是说 但是 但是你要想啊 我们每个人去去看外观 其实不一定就是以他一定要是非常漂亮 或者非常帅 对吧 有些是你喜欢他的一个点 就是只要是顺眼就好了 你知道吗 只要看着不会觉得 哦 好像不是我喜欢的外观 对吧 只要不是这种级别的就可以 嗯 还是要先了解呀 对呀 对 肯定还是要了解了解的嘛 是不是 万一不合适呢 是不是 是 所以说不早急 你知道吗 是 而且我觉得女孩子其实要是选择男孩子 其实要考虑的很久 不像男孩子选择女孩子 知道吗 是的 是谁在想我 你看 你看看 开始想我了 你好油啊 现在 哈哈哈 还有的吗 这也有 哦 挺 嗯 嗯 还好 哎 那他说话的话 会不会有湖南口音 会不会说话是这样子口音啊 对啊 他说话就这样呢 等以后你带他跟团吃口饭 让团帮你 帮你 帮你 那个 鉴别一下 鉴别一下吗 那那那 他要是他们俩见面的话 我估计没准就慌了 那么 为啥 不行 为啥 呃 因为 我说这个狗鼻配不上你啊呀 我跟你说 你别跟他玩了 他一个主播 我跟你说 他天天熬夜 那身体也不行 我跟你说 这个别跟他谈 哎呀 我去 你都别说了 哎呀 我跟你说一下 他之前 他跟网上多少美眉啊 没来眼去的 这狗东西狗都不是啊呀 不跟他谈 不跟他谈 我跟你介绍 我更好的 我们吃 我们各位漂亮美女啊 帅气哥哥 多多事啊 多多事 喂喂喂 喂我来了 我来了 你终于来了 I'm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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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知道了 抱歉 你吃完饭了 没事 还好 我猛炫呢 我三口一把面 没事 还好 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聊的话题呢 也聊得很开心 就我们在疯狂的聊天 聊啥呢 让我也听一下呗 还有没有续集 就是说 就是在八卦 疯狂八卦 八卦谁 八卦秀才 秀才他来长沙 然后就在谈恋爱了 要想谈恋爱 马上了 你知道吗 马上 跟谁 马上 不 不会 啊 不会跟西 是我想那样吗 不是不是 你这个版本太低了 鞋子 啊好好好 我可能太久没冲你的浪了 是的 是的 就是这个版本太低了 你知道吗 就是啊 你说说呗 在网上认识了个女孩子 然后她是一个老师 然后呢 呃 她的性格很温柔 你知道吗 然后呃 我们也一起吃过两次饭了 然后我 啊 是你粉丝吗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她怎么认识的 你平时下的直播 你还用聊天人家聊天 没有 就是母艺 母艺 她在某一刷到人家 然后就是觉得 就是看上了人家 你知道吧 就是打了个嘴炮 你知道吗 我说哎呦 何美美咋真好看 然后她来了一句 哇 我就耍过你视频 然后我们俩就聊了 哎 那怎么跟我不一样啊 我以前在 网上抖音上刷的帅气哥哥 我给人打嘴炮 人家就搁下面 哈哈哈哈 就没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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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我都不一样啊 网址 就是你 就是你当地的呗 嗯 对啊 本地的 嗯 我靠 然后就谁就见面了 就这么突然就见面 聊多久见了面啊 聊了一个月呢 也聊了一个月呢 都每天怎么聊 你每天直播 哪有空聊天啊 就下坡的聊啊 你下坡几点了 之前之前 我跟你说她上班 有的时候她晚上八九点睡觉了 然后十二点给她发睡了嘛 然后她可能有点起床气 她就给我发滚 你知道吗 但现在好了 没有 我跟你说多半拿下了 刚还给她点外卖了 那你俩都什么 都吃了两次饭了 那肯定就没戏了 不然第二次都没有 都没得吃 啊 那倒也是 我倒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俩是偷偷见面的 然后见了面了之后 我然后吃的比较开开开心 聊的也比较好 你知道吗 然后第二次见面 我说那个 呃 她也知道我是猪博 我说我能不能开播 但是我们吃完饭就聊一会儿 我们就瞎博了 她说行 她说那我不露脸 我说行 然后那一次我就开播去吃的饭 那么 对就这样的 然后最后看那个周波剑里的兄弟们 比较那个活跃 然后她就露了伴拿脸 但是戴个口罩 知道吗 这长得肯定好看 不然不可能秀才看上 哎 那肯定 我跟你说就正常的 这个 因为本人的姿色也还可以 知道吗 所以说 她那个姑娘 她那个姑娘 可那个啥了 可性感了 我知道这样说什么合适 能够发个照片吗 哈哈哈哈 就是主打一个好奇 是吧 就是帮 帮 帮 帮好朋友 就是看一眼 看一眼 内在 那橙子 橙子你是喜欢啥类型的女孩啊 我喜欢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听话的 哎 我给你发了 我给你发了 你不准给别人看啊 就是不能给那个 对对对 我就自己看 就只能自己看啊 不能公开啊 我们是兄弟们一起看一下 哇靠 一米七二哦 模特叫小孩 一米 一米七二 他哪一年呢 庆语看了吗 庆语看了吗 我看了 我看了 她多大秀才 她比你大比你小 应该比你小吧 她比我小 她比我小 她比我小九岁 你是不是感觉这种很好 她零几年 零零啊 还可以 零零年 你畜生吧 what 不是不是 这人年都二十几了 二十五六了 零零年都二十三了 不是 秀才你三十了 秀才 对啊 你三十了 人家零零年 你畜生 你畜生了 我一直以为你二十五六 不是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你知道我跟她说什么 我说九五年属主的 哈哈哈 然后呢你现在跟她摊牌了吗 嗯 摊牌了 肯定摊牌了 因为当时聊天嘛 开玩笑嘛 你知道吗 哦 哇靠 其实这个年龄差倒没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接受啊 对其实还好 他是他他他他他喜欢你什么 秀才 他说 喜欢我的沉稳 沉稳个灯啊 你哪里沉稳呢 为什么 我还不够沉稳的呢 我很沉稳啊 你看你平时说话这个 这个鸟样 那不是直播吗 我下播的时候什么样子 你又不知道 下播就沉默寡言跟要死了似的 天天一个能死出 那是不是带个橙子嘛 那是不是带个橙子 秀才能不能传授两招啊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就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就是去认识了这样的人 然后你开始刚刷的时候 你就想跟他搞对象是吗 没有 我当时想的是打个嘴炮 我因为当时我觉得确实就是 我是不喜欢那种就是那种就是 呃就是 很性感的 呃就是超级性感的那种的 驾驭不了 奇怪 对 因为正好我撒到他个色皮 他叫学生 然后我一看 我这是个老师 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想 应该就是还不错 我就说哇 我说你长得很好看 我说那个呵呵 我说我可不可以 因为你长得真牛逼 对吧 然后他一看我就说呦 他说我撒到过你视频 然后我说哦 然后我们俩就聊 然后聊了聊了之后 我说这地方不太方便 我说找没人的地方 夹微信吧 然后就夹了个微信 然后呃就聊嘛 然后就正常聊天 然后就比如说说 你一般直播的干什么呀 你下播的干什么呀 是不是啊 我就就就就就这样的 然后聊了聊之后发现还不错 然后我所说有机会 我说我请你吃饭 对不对 然后主打一首有机会 对不对 不要说明天 就让人家觉得你很急 对不对 所以说 对 到时候就是呃 也是就是我一直说有机会 有机会 结果他有点激哑了 他说他娘的 您都忽悠我好几回了 什么有机会 有机会是哪回啊 然后我也想 行就明天 那么你看 这个时候叫做 刚才不是台诚文 哎 对不对 就先把有机会铺垫好呗 对对对啊 你先把有机会铺垫好 是不是 但是你一定要常说 你知道吗 你常说的话 他就觉得第一次 他会觉得你很敷衍 第二次就觉得开玩笑 第三次的时候 他就会讲呢 你这个人怎么劲啊 你每次做情我怎么办 但是你不请 这个时候 然后呢 实行 实发了之后 你就直接就说 走 明天 这一次不对 然后他一句 完了 动套了 不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他是同城的 所以你跟他聊的比较多 咱也做个笔记吧 我一直在做呢 所以说他如果一开始就在西伯利亚 你肯定就不跟他沟通了 对不对 他要是在那边的话 我可能刷到他不到0.1秒 我就划过去了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在同城里刷的呀 那不是 就是 这个赌云有的时候 不是 某印不是有的时候会跟你退一下吗 就比如说同城的 对不对 然后这样刷到了 我说呦 这个很近啊 就可能点单量也不高 是不是 是不是也没人大火 对对对对 也不高 你要说长得太高的吧 也不太好 是不是 人家不搭理你 对确实 要是那么 哦 太少的话也被过滤掉了 这是一种刚刚好中等的 有个几千赞 然后或者有个一两千赞 对对对 然后他这种刚好好下手 他那条视频也就一天聊三嘛 那么 6 就是这么会 6 6 6 然后现在你是什么情况了 现在啊 现在就是 呃 已经吃了两次饭了 然后 我要在23号 你都吃了什么 20 28号的时候约一发 游乐园 约一发 游乐园 有 对 约一发 我都问好 为什么要卡这么准的日期呢 有什么说法吗 23 28号 因为5月1号的时候有事儿嘛 哦 哦 懂了懂了 他平时时间也比较 比较就是自由是吧 呃 他就是下午的时候会上课 然后有的时候加班 或者跟人家谈那个业务的话 可能到11点 那最晚了 但是他等我就等到12点 我们俩聊 那你得为了他早点下播啊 你不能加班对不对 那不行 直播是我的命 知道吗 那这个不可能的 我跟他说完了 我说 我现在是以工作为主 然后那个以你 也是为主的 但是 还是工作先放在第一位 因为我要先赚钱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你说对是不是 太鬼使了 你真的 你就直接说 你要工作挣钱 你不要搭上他 不要说什么 我们以后 你不要跟人画中饼 完美所见的 我这个是给程子说的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东东 因为我是一个 我给他表现的是一个 我是事业上的男人 知道吗 东东 他他他就吃明义你这种 就是沉稳 对吧 有事业心 我真不能见这姑娘 我真的见这姑娘 我得给他开刀开刀 怎么能看着这一笔呢 啊 真的给他开刀 哎呀我真的 你不要把我脚滑了 我跟你说 我都找了俩月了 你知道吗 行 行 你别让我见着嘛 你让我见着 我吃 我得跟他喝点 你知道吗 我要我要我要 他不能喝酒 他两杯倒了 你知道吗 哎呀 我们两个宣 宣瑞尔嘛 真的 我也不能喝 天呐 天呐 行啊 行啊 他不能喝酒 你知道吗 有收获有收获 真好 等到什么时候 就是那个 你等着发售 那个以后再往后 等着售青帖吧 见面就别了 知道吗 到时候见见散散就行了 散散哥能帮我打打下手 那么 散散有没有台面啊 你们见面一次 一次见多久啊 你们见面的时间 有控制时常要求吗 没有啊 就纯靠那个 吃个饭就走了 不不不 吃饭的时候也会溜溜 那么 溜溜是什么意思 亲亲 what 就吃完饭 香香神 哎呀 香香神 啊啊啊啊啊啊 就溜了一下 那个压个马路是吧 没有溜的 压压马路 啊啊我以为是什么新兴词汇呢 你比我还急啊 他爸 啊 我是有点急 我是有点急 啊我懂了 我靠 不能太急 要稳健 就主要是这个 哎呀 真的吗 行行 别聊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上游戏 我上游戏 我上游戏了 对聊点别的 你知道玩什么吗 是不是你开个加速器啊 不用 我怕 那这时候都关下半了 赶紧玩 玩个秀 等会还得有事呢 咱别耽误 快玩快玩 我没事 我没事 换换 我发那个 我发那个游戏 这个游戏更新了 但是我们得先过一下前面的关卡 他这游戏就很烦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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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就是压压马路 其实是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一个环节 我觉得 我跟你说 就是我俩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我以为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您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两个从五一广场 一直走到我们家楼下 就是走了很久的意思是吧 你家离五一广场很远 就是他把你送回家了 对 他把我送回家了 哦 他把你送 那他怎么回家 对 他怎么回家 我又打次 他跑步回家 你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说不行 怎么能让女孩子送回家 我必须给你送到 我说了呀 我说了呀 但是他说不行 他是怕你知道他家地址 他说不用不用 他说主要是想跟你聊聊天很开心 然后也正好是看你骗没骗我 我说我骗你什么 你知道吗 他看你是不是住在长沙 是不是本地人 对 你知道吗 他怕我 他怕我说我连架都找不到 你知道吗 怕我身种什么 怕你没家 那这女孩还挺聪明的 对 他还挺厉害的 有点东西 是的 可以 可以啊 真羡慕啊 我靠 救命啊 被他拿捏了 橙子你羡慕啥呀 橙子 我羡慕他就是能在下直播的时候 还能有时间管理 还能去跟人家聊天 还能跟人家见面 还能吃饭 就有自己的私生活是吧 啊 你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吗 我根本就没有 我刚才我刚睁眼 我给团团发消息 我就三口一碗面 他每天 他每天带个机车头盔出去 怎么可能有私生活吗 但是我都好久都没有出门了最近 我靠 天呐 像我们这种活得好累啊 也还好吧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么累 缘分这个东西 我只能说缘分这个东西 啊 说来他就来了 不急 对 要着急 对呀 清语你啥时候谈对象啊 清语 也没听说你谈对象的事 被提了 昨天 前天休息 出了趟门 然后回来就发烧了 冻走了 我就出不了门 不是清语 你这太虚了 对 你这找对象 你这以后 你这就是跟人家 你跟人家出两天 你这给你分了 清语 不是 我要是去 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 我身体非常强 强 成语你说的什么呢 成语 我 我 我 不是你自己品 你说这个 我靠 这一米八几 就是男子汉 对不对 完成出 出个门回来 我靠发烧了 那谁给你出的了 我好了 我现在不发烧了 太脆弱了 清语 我好了 我现在已经不发烧了 我身体已经 那你要这样的话 就是因为你别暗恋我了 真的 算了 我跟你说 天蝎 天蝎座的人 他就是要求比较高 你知道吗 他到时候你 你想不了的话 你可能就是 你会有一败涂地 你 这实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成诚 就是 女孩子 我跟你说 你就再怎么说 怎么现实一点 对吧 这谈恋爱这个东西 就跟开盲盒一样的 对吧 你这如果说 他厉害的话 他厉害的话 对不对 再怎么样 以后 就算再怎么吵架 至少他有这一刻 优点 就是他可以在 关键时刻 就是让你想到 还是有点好处的嘛 如果我离开 对 我下一个 我可能我就没有这样的 好这样的代表 对对对对对对对 确实 清语要玩不赢的话 以后睡觉前 五十个服务场 知道吗 是的 你不行 吃点清语 真的黑枸杞 红枸杞 对对对 还是锻炼一下吧 清语 说实话 我锻炼的 这个是投资自己 你知道吧 你这是投资自己 对 是不亏的 对对 对对对 对 雪赚 对对对 这个让女人对你 就是欲罢不能 无法离开 好了好了好了 收收 收收 上游戏 上游戏 下车上游戏 下车上游戏